国语有生善书 此间功德 诸天皆欢 还望诸徒 丹成一贯 护参法谈 姓礼真传 白仰法心 书中谢权 有缘佛子 切听诗券 随字言参 尊礼归缘 字不网缘 嗨嗨 都率天 好风光 实善报权 大佛愿 热无边 守戒承担 大慈尊 弥勒佛 奉命收缘 开净土 旧解煞 虚靠人宣 白仰子 先明礼 物彻来源 丙天命 守道德 各立标杆 体诗心 知天运 把道斩宽 西光阴 众缘分 方便应援 气质拙 不公杰 唯理可参 四海内 皆兄弟 岂可分断 行大慈 体大悲 普度三千 阳性礼 尊三宝 同归天然 维护正法 同铸天盘 试了天运 亮丽应援 活泼真诚 以身作则 洞彻法心 阴才引导 行词不道 始终如一 能如此者 可明大善之事 以 白杨门徒 每日主要功课 即为尘 五晚三次 之献相离也 而其中最重要之部分 正是怨颤文之实义 不使之流于形式 时乃今日修办者 当务之急 身为白杨贤良 肩负戴天宣化 重整道德 化解救灵之重人 若不完全体会 怨颤文之真正含义 而只是一知半解 必在修行之道路上 发生随风严导 惶惶无主之微相 亦或受诱误入歧途 受棒 受考而半途退废也 愿者 原心也 即 本来常觉之性 真心也 含有心愿 祈求之意 颤者 颤无也 将往昔所有罪过 错误 毛病 习气等 无丝毫隐瞒地呈现 认错 未知颤 而今而后 所颤事项业已觉悟 悉心永断 绝不再犯 未知悔 故愿颤文 对于引导灵性 重新寻回真我 时具有相当重大之意义 白羊弟子若能发真心 诚心 愿心 时时在在地于佛堂上行愿颤 必能接上往生兜率天之金献也 愿颤文第一句云 诚心跪在明明上帝脸下 幸受真传 真传意识何止 第二句云 弥勒祖师妙法无边 互避众生 忏悔佛前 改过自心 同住天盘 又是为何 为师身判诸徒能细心参阅天佛愿有记 必能自悟奥妙 做白羊末法时期之大善之士也 今夜著书时辰一届 三才严肃 务员静心 有劳阵殿将军延护法坛 无等启程已 连台高声训及如殿 一路无话 不久已到都率天之外院 八卦宫果院已 院长已住后在街前 见师尊与务员降临 迎上前来 欢迎古佛师徒再度立临本院 又来打扰清静 抱歉之志 务员快过来参加 墨学寇请院长圣安 免礼免礼 佑阁公果院 距此不远 请二位随吴同复观览 以便实地了解 继续今篇记录也 院长请先行 于是三人齐向佑阁而行 一路且行且谈 不觉之间移到院街 局目可见正面高悬一扁 书曰 八卦驻国佑阁院金光炫耀 左右有对联书曰 万德庄严不离自信放光明 千宫连台园在寸土栽静香 院阁深深 莫测其宽广三人登街观览 唐矮清静 睿应声辉 其景拥绕 无限之雅致 哇 阁内地上涌出莲花朵朵 严厉绚烂 莲花之上各置金牌一面 约长八寸 宽五寸 牌上致有姓名 豪光灿烂 耀眼难争 勿远 凡在本院内所见之牌之姓名 皆为目前在世之人 切勿泄漏 以免造成靠谋 谨记谨记 弟子谨遵圣誉 三人继续向阁内而行 附见十几座莲台 坐坐金光夺目 其上亦皆致一面金牌 牌上赤字 载此座莲台映寿之主人 但是此金牌之光辉 则稍逊于方才所见莲花上之金牌 再继续内进 距离莲台约五 六尺 富有片片莲叶 色座翠绿 五叶一牌 整齐灵力 莲叶上之金牌 其光则又逊于莲台上之金牌 再往内进 距连夜不远处 整齐地摆着许多金蒲团 上亦各至一面金牌 其光则又再逊于莲叶上之金牌 上自莲花 下至金蒲团 金牌上所至载之姓名 其人具有存在事 替天行道度众 功德是居先真 帝君 菩萨之国也 原来如此 在世代天宣化之良贤 于此功果院内皆有其味 且言且行 以通过金蒲团 再行仗于眼前排列许多座椅 实习为义牌 依次是金蚁 银蚁 铜蚁 以之靠背各贴义牌制 上载姓名 其色则有金黄 银白 淡黄之分 不远不明其故 请愿常开示 此三种座椅之应受主人 举功德位及证人 九苹果之皆也 称为先例之位 同以后又仗于 一片排海 上书姓名 望之无边无际 其色有五 依序是黄 白 红 青 黑等色 排在最后之黑牌 为数最多 黑鸭鸭一大片 难以估计其数量 此有牌无一者 则亡灵之等也 黄牌者 上等亡灵 白牌者 中等亡灵 青红者 下等亡灵 黑牌者 无等亡灵也 今夜所见者 上字莲花 下至亡灵之数 各等 为果 具有一面牌制 但虽是同等 同味 同果 牌色亦有光彩灿烂者 色淡而暗者 之何故参差不齐 敬请怨长解惑 故缘有所不知 虽属同意果位者 亦有品级高下之分 上品一级者 其牌色最为光亮 然后是二品 三品 依次地减 亮度至九品三级 其色最暗淡 故属同意果位者 由牌制之亮度 可观之其人工果之高低 至于牌上四灰尘复辟者 乃系宫中 有触犯大过之相爷 此人躺能及时省觉 实心忏悔 力善补过 则自然而然 牌上之灰尘渐渐消失 转成清亮之色也 此等人若是不知忏悔前非 犹然不断再犯过者 其牌色欲加沉着乌黑 终亦寻序便将其现 保有之果位等也 经云 心境及佛土境 此又隔院内所影射者 皆是目下上 在世上待天宣化者之功过心境 因人心千变万化 故此阁内之果位 亦随其进退也 无妄再是修子 必是迟道心 常自观省 合理应援 当人不让 见义勇为 三师勤行 热观进取 若偶然无心犯过 则诚心忏悔 千万不可找借口 自演罪计 天眼昭彰 岂有自欺而天意被欺之理 何况知过不改 有家犯案 在逃之通缉犯 心地阴影 鬼魅重重 痛苦最甚 修子若有智慧 当不致如此愚痴 自现你闹也 甚思甚思 古佛一言身中 世人之通病要害 此幼阁内之品莲等位 所以经常变化莫测者 皆因修子之心形 变化无穷也 现在无再引导 闲师徒王 做阁院参游吧 于是三人不出幼阁院 向左而去 一路上只见其花议会遍地盛开 鸟鸣法音 小溪细流 甘露清澈 河风徐徐 令人心旷神恰 物源视野浅薄 无法尽善尽美之作意表达 正欣赏之间 不觉眼前耸立一威额壮丽 气派非凡 出臣决俗之巨大建筑物 原来已到达目的地 其上金扁书约 八卦公国左阁院七大金字 辉耀醒目 正门两旁传书对联 文曰 历劫福慧丝毫无痕政国此境 白阳黄恩九六皆归 环返原来 左阁院之矣 此阁内设有修炼亭 静气亭 礼仪堂 静养堂 参禅院 宣讲堂等等 乃得道源人寿终之后 经九九子阳官之靠正无额 最后致此地暗宫定位 此处上属天佛院之外院 在此之园林 乃功德为己正乳九贫者 彼等在此逍遥自在 逐步修炼养性 极致智慧见开 或阳世子孙功德所批 则可进入内院 聆听诸菩萨教会也 敢问院长 不知受超拔之亡灵 是否亦要经过九九子阳官之考证 而其对道之领悟程度参差不齐 是否也都能来到天佛院 然也 上苍慈敏众生 事事轮回不休 今时应运三阳开态 凡有世人 修道始终如一 持恒与善 又发心向往米勒净土 超拔自己祖先者 特赦七分之旧 减轻三世因果之孽 经地府对己无误 待至九九子阳官 靠正教育之后 也可前来也 然而其先决条件 是要符合米勒此尊之 大慈宏愿方可 不过 若超拔祖先之世人 不能于世上认真立身行道 或有败坏德性之情事者 则其祖先之灵 亦曾受影响而贬将也 感谢院长开示 弟子心中正在质疑 为何天佛愿之外愿 还需设置修炼 礼仪 参禅等堂 原来正是为了 受超拔之亡灵而设 物源智慧精明 此左阁愿 亦可说是符合 弥勒大愿巴设者 待也来生之地 故来此之灵 大部分未能正自行净土 故虽然享受逍遥 但也还需接受教育 现在五等前去宣讲堂 十地参访 对本愿之情况 当可更进一步了解也 言罢 三人左转侧郎 刑部多元已至宣讲堂 堂够宽宏 能容万千之众 在此修炼文法 堂内众魂剑院长等入内 资理员一生理宣 意其贵寇于地请安 大家勉礼 请起请起 戏览堂内 有几位思理员忙于焚香 点灼 至香名鲜花于讲台之上 讲台两侧经书堆叠 不久见讲师整肃衣冠 神态俨然 上台之后一礼众灵 众灵一礼讲师壁 思理员恭请院长 师尊 物园同生讲座 与诸仙真理皆落座 思理员献明后 静听法音 院长 各位贤真 各位佛子 大家好 今天承蒙天然古佛师尊 带领物园贤士前来参访 此乃本讲堂 与人间沟通之首攀 于财书学浅 蒙上苍不诉 容单讲师之职 真是愧不敢当 各位来到天佛院后 已经历各种教育启会 各个皆已了解 弥勒慈尊之红慈大院 一支西士文各教门 正为这皆以弥勒慈尊 早离人间 大开龙华会 收缘九六而努力 广传福音 说仁义 讲道德 正古风 行识善 以其净化娑婆 变成大同联邦 思时 弥勒慈尊将应运应愿 率领我们全体下 严福提 大转法轮 此者 本元会最重大 最神圣 最尊贵之一大事因缘也 为了同住天盘 维护正法 天佛院 虽是各位暂时之寄居净土 但每一灵性 最终均需正自信净土方为究竟 目前我们虽能在此逍遥 但毕竟未达究竟 故方要在此再研究 再参悟 万法博大精深 浩瀚如海 各宗旨意 雷雷玄珠 舍纳万千 一般修士没有望阳星探之楷 现在我们就由平时处来做一番研究 修道之最终目标是正自信佛 但是佛之意 又往往被神格化 神通化 玄义化 故在修道修心之过程中 不明佛意之人 极容易误入旁门左道 金刚经开经济云 愿解如来真实义 其重要者显明可知已 佛者 佛愿之简称 又称佛图 佛图 佛陀也 等 此皆犯因 中土意为觉者 智者 觉乃觉察烦恼 觉知诸法之事理 而寥寥分明也 亦即对宇宙人生之真理 普遍而正确之觉悟 理智 智慧 情感 慈悲 能力 功能 真于最圆满之人格 境界 故佛不是偶像 乃是真理之意境 研究佛法者 当了解大圣佛法之中心思想 不外乎二是 一是广大菩提心 即嫉妒宇宙一切众生之无限广大悲愿 二是甚深般若一理 即由一切法 毕竟空中所建立之空有不二妙理 前者是情感发展到至极的大悲 后者是智慧发展至极的大智 此大悲大智 如车之二轮 缺宜不可 偏废其一集为大圣佛法之主旨 情感是直觉的 主观的 直取的 理智却是思辨的 客观的 超越的 两者看似矛盾 实则相辅相成 一云 一阴一阳之味道 即止此一也 悲 情感 智 理智 发展至极限 即融为一体 随而自然流露出无缘大词 同体大悲之大悲愿行 是一切众生如自己 而平等无差别以 华言经普贤行愿品云 一切众生而焉树根 诸佛菩萨而为花果 以大悲水饶意众生 则能成就诸佛菩萨智慧花果 是故菩萨属于众生 若无众生 一切菩萨中不能成无上正觉 故诸佛世尊皆出人间 六租慧能大师云 佛法在世间 不离世坚决 离世密菩提 犹如寻吐角 释迦牟尼佛于菩提树下 夜赌明星而豁然大悟 赞叹约 奇灾奇灾 大地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 但以妄想执着 不能正德 佛之与人 本性平等 为觉与谜之分耳 不悟即佛是众生 一念悟时众生是佛 经云 凡夫即佛 烦恼即菩提 前念谜即凡夫 后念悟即佛 前念浊境即烦恼 后念离境即菩提 无人修道 即在破谜起悟 求得自信的超脱 而得大自在 大解脱 终而成佛 开显本具的智慧 佛性 天真独禄 有云 佛像性中作 莫像身外求 达摩西来一字无 全凭心地用功夫 故修士为在 直探本心的白正自物中 获得自在 解脱 一级诸佛菩萨旨在心 和虚尼素与庄金的 自信自度 绝非一般世俗 求神问补者在求生观 发财 保佑 玄意 神通 太虚大师曾云 养止为佛陀 完成在人格 人成及佛成 是明真现实 正是最佳佛陀观的写照 有了正确的佛愿观 才能了解修人道 佩地道 成天道的一贯庙礼 即弥勒慈尊要开创 人间净土之大愿 更不会追求悬疑而被述 流 动 尽所迷惑 简单地谈完了佛陀观 相信大家必会更进一步 了解弥勒慈尊之 大慈大悲的实相妙意 也欲能彻底明白 弥勒净土与天佛愿 以及人间净土世界大同的 必须性 重要性 和神圣性 进而发大菩提心 同铸天盘 维护正法 为促进龙华三会 收缘九六之早日 降临人间而努力不屑意 宣讲完毕 讲师与众铃行礼如意后下台 难得今日有此圣缘 现在恭请天然 古佛开始弥勒净土之 大圣菩萨道精神 让白羊弟子更加体认 本身应如何报道弘法 有请古佛 院长 各位贤真 各位佛子 大家好 方才讲师已经将佛陀 观用第二异地文音述说过了 相信诸位必然已有概念 对于弥勒为何应运收缘之来龙去脉 亦较为明白 现在应院长之指定 无便趁机以大圣菩萨精神 来产发弥勒净土之伟大与妙意 大圣佛法所强调者 是无缘大词 同体大悲之敬意 因此《金刚经》中阐述 一个发善提心之菩萨 应今所有一切众生之类 若卵生 若胎生 若失生 若化生 若有色 若无色 若有想 若无想 若非有想 若非无想 我皆另入无于涅槃而灭度之 接着又说 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 实无众生 得灭度者 因为菩萨是不应有我 人 众生 受者等四项者 上面的经文 前段即是同体大悲 奸善天下之大功无我精神 后段即无缘大词 不着相 福之德之无为 而无所不为的天真流露 这种伟大崇高之精神 乃是大圣佛法之特色 一族白羊弟子之天命所向 大力提倡之精神 也是现今人间所最需要的鬼则 如此 则慈悲不其限于一家 一族 而是扩大之一村 一国 不其限于人类全体 而是普批六道众生 此正是所谓 为家望一人 为村望一家 为国望一村 为身望世间 知精神在全著 也是儒家应运的 修身 起家 治国 平天下 与独善其身 兼善天下的大功精神 诸位要知道 无始以来 无数灵性个体已然了脱生死 而正自信佛 却又发大红誓愿 成就各种跋涉众生之法门 如 西方之极热世界 东方之流离世界 南海观音之闻生救苦 导驾此行之为魔居士 地藏王菩萨之地狱不空 事不成佛 等等 为何以上这些以正自信佛之如来 个个还要不尽一切地 继续努力拔渡苦海众生呢 这就是同体大悲的大圣佛心最尊贵之处 因为大圣佛心将所有众生 视为同己一体 悲乃拔苦之心 无量无边之众生仍然沉沦苦海 虽然自己已然正自信佛 但大圣佛心不是一个自了汉 岂有不拔度之理 这就是弥勒祠尊为何以正自信佛之身 随世尊释迦佛降生人间 随转法轮后 生补都率天主 由自信佛化成等觉菩萨 而为本源会未来是众生大归一处 就是主 而龙华三会 收缘九六 更是大圣佛心同体大悲 无缘大慈的总发挥 诸位还需要明白 大圣佛心在正自信佛后 又实行同体大悲之宏愿 并不同于着重生相 而是最为尊贵的心怀 是基于无缘大慈 乃是一种天真流露 无为而无所不为的佛形 乃是广泛性 普遍性 无限性 全体性 无条件性的 大慈大悲精神 因此 厌生死者 求断结者 舍烦恼者 热涅盘者 好禅定者 都是尚未彻悟大圣菩萨心之自了汉 所以弥勒弘愿 为何能统设末法众生 此缘是缘自大圣佛法之弘扬也 唯摩经中文书师立问 生死有位 菩萨当何所依 唯摩解答 菩萨于生死位中 当依如来功德之力 就是说大悲菩萨常在生死中度生 如果对于生死无有位聚者 当然无需平一 但是对于生死稍存畏惧者 那么凭什么可以令他不生畏惧呢 从他立知佛法来讲 为生死者当自念 佛以修具威德之力 我今未立众生 受诸生死 我佛慈悲 必得明勋加批 如此以凭畏惧生死之心 折中疏云 与菩萨做外缘熏习 能欺心佛境 则未不自除 从自立的自性功德来讲 是真一自己尽修福德 以福德利于烦恼战 与恐不争 只要操纵生死 自然于生死无所部位了 弥勒净土所要弘扬的 即是大圣菩萨道 故其愿力包含了 畏惧生死与不畏生死的菩萨 弥勒慈尊的都率天净土 即是如来功德利 让畏惧生死之菩萨有所归一 不退转 而无畏惧入生死度众生 所以说不厌生死 不求断结 是上升都滤杖之要件 大圣佛法所鼓舞的 乃为菩萨四弘试愿 众生无边试愿度 法门无量誓愿学 烦恼无尽誓愿段 佛道无上誓愿成 诸位今日驻此都率天热土 虽然可以说是入云城必劫难 但是凡尘上有无量 无数无边的手足同胞 在烦恼苦海中浮沉 诸位忍心在此自在逍遥吗 身为修道之人 欲成无上佛道 能只顾自己安热 而不发大圣菩提心吗 白阳贤良应该是不畏生死 不求断结的弥勒眷属 应该是承担发扬大圣菩萨道的栋梁 应该效法诸天神圣 为救度众生 不厌生死 不求断结 岛庄下凡 四处开荒步道 宣扬弥勒福音 诸位在此安详清福 并且承受智慧甘露的滋润 希望体悟大圣菩萨精神之后 发大慈大悲之宏愿 成愿下世普救众生 如此才是真正世事愿行菩萨道的大圣精神 或者有人还怀疑 修道是在追求超生了死 如此一来 又得入生死 受轮回 岂不大大违背当初修道的目的吗 众生不知 不信自己真人 灵性本事不生不死 而一味执着肉身之生死为生死 或以为助于天界 没有肉体之生死变化 才是超生了死 那是未入大圣佛心之故 实在是大大的误解 真正的解脱 是在于相不染相 于因果不媚因果 于烦恼生菩提 于生死除生死 因此超生了死的意义 绝对不是没生没死的断灭空 而是若是无生无不生之真空 于生死之中 不动不染不畏不不 儒家有言 若有所恐惧者不得其正 若有所好绕者不得其正 诸位若是未不生死 若是好热植住此地 很显然的 还是不得其正 诚然佛性的修养 必经三大阿僧之节 目前诸位助于此 若不能体悟大圣菩萨之精神 则枉费得逢正道义 今日白阳法门所要弘扬的 是普批各类根器的弥勒净土 众所皆知 唯摩洁经是大圣佛法之最重要经典 连六祖会能都深受此经之影响 引该经中记载世尊主父弥勒云 弥勒我今以无量一阿僧其节 所及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法 父主于乳 如是被经 于佛灭度后末世之中 如等当以神力 广宣流步于严福提 无令断绝 所以者和 未来世中 当有善男子 善女人 即天 龙 鬼 神 钱踏婆 罗刹等 法阿入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热于大法 若是不闻如是等经 则施善力 如是被人 闻是等经 必多信热 发惜有心 当以鼎受 随诸众生所应得利 而未广说 弥勒此尊乃是本源 会厚补佛 为之一生补出大事 故以大圣菩萨道德 成佛法 当为则无旁贷 而白羊弟子 身为弥勒眷属 更应以发扬此同体大悲 无缘大此之大圣佛法 为己任 因为凭此方 有收缘九六之一大因缘 也凭此才能建立 究竟佛国之丸静静 师尊开示至此结束 接着愿长发言 非常感谢古佛应激 禅此大成佛心 无望世上修子 与参悟本篇后 更能深解彌勒大愿 而从最基本之时善修起 先具备来生都率天之资格 并用心体悟大圣法心 世事同住天盘 彻行同体大悲 无缘大此之大觉行也 弟子今夜真是法喜充满 心界为之大开特开 期盼世上佛子 都能在参阅本游记后 扫除一切疑惑 大发菩提心 在真理之引导下 努力弘扬大道 自强不息 多蒙院长为游记耗费心神 万分感谢 吴师徒两就此告辞 叩别院长与诸位前贤 全体肃立 明中恭送古佛师徒 物缘闭眼 上连台起 佛坛已到 物缘灵体还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核心灵体还原 宗监制 杨核心灵体还原 优优独播 优优独播